有人说,每当杨颖的名气提升一度,黄小明的衰落就要加快一分 当杨颖完全爆火的时候,黄小明也彻底泯灭在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中 2009年,在一次聚会上,杨颖结识了黄小明 那时的黄小明人气正旺,被称为内地第一小生,可谓名气地位双丰收 第一次见面,两人就互生好感 不久后,黄小明拍摄MV,便邀请杨颖做主角 一来而去,杨颖很快拴住了黄小明的心 之后二人感情迅速升温,在短短几个月,二人便确立了关系 那时的杨颖还是不起眼的小模特 在黄小明的帮助下,杨颖的事业像开了挂一样,一路突飞猛进 即使在外面怎么光鲜绕眼,但在黄小明面前还是那么卑微 相处多年,黄小明一直不肯公开恋情,反而对媒体说只是朋友 即使对他大发雷霆,高情商的杨颖还是选择了忍耐 众所周知,黄小明当时还有相恋三年的女友李菲尔 当时为了黄小明,他也放弃了很多 但是李菲尔总是觉得黄小明太优秀,走在哪里都是最亮眼 反观李菲尔,事业没什么长进,自卑的心理就此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这也给了杨颖可乘之机,一条发给黄小明的短信 彻底压垮了李菲尔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人分手后,黄小明终于公开了和杨颖的恋情 然而,就在杨颖以为好事将尽时,不久后悲剧的事情发生了 黄小明公布恋情后,终于换来名分的杨颖却再次遭受打击 大家都知道杨颖为了这个名分是下了不少功夫 谁知道黄小明根本没把她放到眼里 即使说她什么也不是,杨颖也能一脸崇拜的眼神看着对方 甚至在赵薇的首部电影《至青春宣传》期间 黄小明也是贴心首部,跟赵薇同喝一瓶水 即使双腿主拐也要给赵薇一个公主抱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黄小明生日当天,杨颖也是费尽心思 不仅自己穿上了学生日服,还召集了自己的嫩模姐妹 犹如女主人一样,当晚两人也是亲密无间 玩得不亦乐乎,大家都知道 那时的黄小明凭借上海滩一步登天 正是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 并且还有华裔的顶级资源 有人说杨颖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事实上,她背靠黄小明这棵大树 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小森林 这才是她真正厉害的地方 二人交往后,黄小明把杨颖介绍给了华裔 随后便和华裔合作了第一部电影《全程热烈》 即使在剧中没有任何演技 但背靠华裔这棵大树 她从不在乎外界的质疑 如果说这部电影是杨颖的垫脚石 那跑男就是她机身一线的跳板 随着跑男的播出,杨颖迅速窜红 在没有经典作品的情况下 竟和杨幂、刘诗诗、妮妮评为四小花蛋 风头甚至一度盖过了黄小明 随着身价的上涨,很多的资源扑面而来 渐渐地她开始脱离黄小明这棵大树 她的翅膀也开始硬了起来 当时的杨颖已经腾飞万里 势不可挡 反观黄小明为了培养杨颖 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和资源 很快杨颖就登上了福布斯名人榜 现如今她的收入丝毫不亚于黄小明 慢慢地开始脱离了黄小明 开始创建自己的商业帝国 借着华裔的跳板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而当今的黄小明已经没有昔日的光辉 反而杨颖的资源要高于她 此后杨颖的事业顺风顺水 今非昔比的杨颖 早已不想惯以黄小明老婆的光环 其实她也是个好胜心很强的人 反看李飞尔 大家就会明白杨颖的厉害之处 李飞尔和黄小明相恋三年 当时在拍《鹿顶记》时 二人也是呼声好感 即使被拍到同回爱潮 也未曾对外公开 李飞尔为了黄小明几乎放弃所有的工作 直到杨颖出现 两人便很快传出了分手 在一次采访中 被问及和黄小明分手的原因时 她直言说是因为一个女生的介入 二人才分的手 这句话直接暗指杨颖第三者插足 这个国就一直落在杨颖的身上 直到前段时间 杨颖忽然强势宣布自己不是小三 是因为自己不想再帮别人扛过 搞得黄小明可是尴尬 只能在微博里避重就轻的一再澄清 很多人对杨颖的发文感到诧异 殊不知这个女孩 从一开始就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反看黄小明自己一手捧目的小娇妻 最后也不一定花落谁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